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有没有人大腿痛的 有 大腿 我看你举起来蛮快的 好 你就出来吧 你大腿哪里痛 就经常就这边走 这一边是吧 这个也是大腿 膝盖在这里 对不对 对 膝盖也有时候不舒服 你膝盖也不舒服 有的时候就是 蹲下的时候也不舒服 现在蹲会不会 现在目前 现在还不会 现在还不会 但是现在这里感觉痛痛 就脏 经常这个俩腿没劲 俩腿没劲 而且就有时候是四肢 四肢没劲 四肢 那四肢等一下讲到手再说吧 那这个现在大腿它是侧面 坐骨神经痛一般是这样 它有几条最常见的 就是这一条 对不对 后面这一条 还有人坐骨神经痛是痛侧面的 有没有 有 那它这里疼也是 坐骨神经痛大部分 那有没有人前面疼 也有 也有 那有没有人内侧疼 有 这个跟这里比较少 但同样我整个做下来 很多个案都已经做过 所以几乎确定这一条是立体的 那你看 我 什么叫原始点 它就是大开关 也就是它如果以针灸学来看 这个是什么 三阳 这里三阴嘛 那你看 以 以我们这一套幾乎怎么样 通通包裹 所以针灸这十二条 跟我们有没有一样的原理 有 有吗 你们听到这样 没有 没有 没有啦 我 我如果 认为有关系 我一直研究经络型 因为我扎针十几年了 那如果我没有放空 我一样做不出来 这样懂我的意思吧 它是不一样的 所以很多人一看我在楼 你在按穴位吗 我们这个是不是穴位 也不是 我们是一处的 所以不一样 这样懂吗 所以它不是穴位 也不是十二条经络 因为它是立体的 一楼一个开关 就三阴三阳都包括 那针就是 哪一条管理哪一条线 是不是 它没有说一条线管理那么多 不可能的 所以这是 几千年来没有人这样讲的 我跟各位讲真实的 没有人说一个点可以管理立体的 你们去查所有的书 看看有没有人这样说 我到目前没有看过 好 那我们来做给大家看 您趴着吧 谢谢 两腿都会吧 是吧 你现在哪一腿最痛 现在 就两腿都没劲 两腿都没劲 一样痛 这个是吧 好 这个都 大家注意 你们在楼的时候遇到这个 不要真的就盖住 然后就这样 好像眼不见为净 在楼下来你们肯定受伤 我以前之前 常常受伤就是这样 没有看清楚 有时候它 这里有一条什么 拉链 然后就盖住了 我这样一楼 咔咔咔咔 我就知道完蛋了 所以 以后 大家尽量在练习的时候 不要穿这种裤子 然后不要穿牛仔裤 布料很粗糙 或是像鱼衣裤 有些鱼衣裤摩擦力很大 都容易让练习者受伤 好不好 那这个也是尽量避免穿 好 所以最好就把它挪开 这样靠下来 这个 来 您 好 这样 好 这样可以 好 好 这一点是不是疼 这一点呢 这个呢 这个呢 这里有一点痛 好 那这里呢 这里是不是疼了 疼 疼了 有没有毛巾 我看还是盖着好 这样毛巾比较好揉 因为刚刚那个布料粗 我死不出镜 一压下去自己手肘也痛 所以这样就比较好揉一点 这里脏 这里是吗 对 好 那你平常有时候也会膝盖嘛 你说弯曲会痛 所以它都是臀部引起的 所以如果有这样痛 膝盖痛 那等于揉一个屁股 就可以完全搞定 好 您这样可以了 好 您感觉看看 清晨 清晨很多 是喔 两腿有没有什么异样的感觉 还是这个清晨 就是这个好像 就是原来那种感觉 它这一次就没有影响到侧面 另外一腿去了 就是有揉那一腿比较轻松嘛 没有揉就比较重一点 是吧 那很明显 就是这个才是对的 因为它每一侧管理同一侧的那一支 另外一侧管理那一支 这样大家懂了 所以这个以后你就知道答案了 不能做太久了 好 不会 不会 好 谢谢 好 谢谢